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现在一说先锋文学或者当代文学的转变 我们总会以1989年作为一个标志 作为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但是我一直坚持的 就是说1987年是一个转折的标志 就是说文学的转折和变化 虽然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它会促使它 加速它完成某种变化 但是它无论如何和自身的内在的这种转变关系 是起一种更重要的决定作用的 我们说1986年 我们认为文学向内转 八五星朝之后 文学已经形成了这种态势 86年要向内转 那么也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的背景 小米同志提出 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再争论 不再争论 那么整个社会也开始有了一系列的新的变化 包括对文化出版电影这些事业 不再国家的支持减少了 要它自负盈亏 要它走向市场 所以86年也有讨论电影票价值 电影也要自负盈亏 或者这些都是由中央计划经济 由国家获给资金 它完全不顾及市场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会看到87年 所以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小说 当然这些呢 依然是文学为创新 为向内转 为文学本身寻求的 艺术的这样一种高度 就他们作家自己 有对这样一个现代主义艺术 追求的这种高度的一种意识 所以出现了一系列 一批的这样一种 我们称之为先锋文学 关于先锋文学呢 在那个时期呢 有各种的说法 大家知道我们叫八五新朝 八五新朝 分成两个派别 一个是现代派 一个是寻根派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一直叫做新朝小说 但是后来在这个 1988年89年呢 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把它叫做后新朝小说 所以有一个后新朝 我那个时候就是明显的 区别开来就认为 87年以后出现这些小说 和前此的85年的 86年的这些小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把它定义为后新朝小说的同时呢 我也给他这个赋予了 后现代的这样一种含义 就从后现代的角度 来理解这些小说 当然大家会说 这个后现代文化 到今天大家当然已经耳熟能想了 大家觉得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在那个时候 八十年代后期 大家觉得中国的现代派还没有 还是伪现代派 那么怎么跑出后现代 所以在云可家的那一本 现代派作品学里面 其实他把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后期 它是混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上半期 我们就介绍西方的 这个黑色幽默 是吧 这一类的作品 黑色幽默也好 这个实验小说也好 这些呢 它都混合在一起 都被称作为现代主义后期 都在现代主义 现代派这个名义下 其实那些都可以叫做后现代主义 那么后来的我们的理论呢 倾向于把一九五九年 《洛莉塔》 那和科普《洛莉塔》 看成是后现代的标志性的 转折的作品 就是后现代的开山之作品 是吧 大家要记住 就是说 后现代在八十年代的论证中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品词 新的概念 因为现代主义还没开始 怎么就有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怎么又跑出了后现代主义 所以后来我也多次了 在序论的时候 讲序论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谈过 哈贝马斯 说尼采的悲剧的荡森 认为它是后现代的开山之作 是吧 是现代性的词目之作 但是同时是后现代开山之作 所以这些概念呢 大家都要有不同的理解 在汤伊比的历史研究中 它是把1875年 看成后现代的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 现代主义也才刚刚开始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个概念呢 和那个尼采悲剧的当初 以及波多瑞尔所处的那个时代 有一些历史学家 一些理论学家 理论家 把它划为后现代开始 但实际上 汤伊比的后现代开始 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开始 这些概念 大家以后看书的话 会发现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的起义 但是我们通常把 纳布科夫的诺利塔 看成是后现代小说的开始 那么包括 说乔伊斯 说尤利西斯 这个是现代主义的作品 但是说 他分一根手灵 这就是后现代的作品 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 他有些作品是现代 有些作品是后现代 蒙古里山说 现代和后现代 他也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 大家说是不是 那比如说 波尔赫斯 波尔赫斯被认为是后现代的 这个典型的作家 大家会说 他的 那个小径分叉的花园 被认为是后现代的 大家做 是吧 这其实是他 相对早期的作品 但是波尔赫斯 在他后期 七十多岁的时候 他声称他要模仿 一个叫做 柏丘林的英国的作家 二十几岁的时候 写的作品 比如说像第三者 这种东西 你怎么判断 是吧 一个作家 他曾经是 后现代的这个 大师 那么到了他的晚年 他说要模仿一个 柏丘林这个小说 应该是属于 现代主义 甚至 现代主义 早期 而且不是很典型的 现代主义的作品 像第三者 这种作品 你怎么去理解 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 他本身的一生 可以混杂了多种 他没有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对一个文本来说 他本身可以是 现代的 现代主义的 后现代的 大家理解吧 就是这些概念 取决于你的厂识 取决于你的厂识 有些是后现代标志 非常鲜明的作品 你像这个 张巴斯的 这种血 比如说像这种 巴斯尔摩的血 比如说这种东西 对吧 张巴斯的那种 实验小说 你像第二十二条军规 比如说像这种作品 像品庆的 万有隐蔽之红 这是非常典型的 后现代作品 但是有一些 就不一定是了 那么你在看 纳布科夫的洛丽塔 那么你要说 他从叙述上来说 你在什么意义上 说他是一种 后现代的作品 是吧 我们说后现代 这个可以列出 很多的标志 大家可以去看 我那个 无边的挑战 是吧 那里面我列出 后现代的一些标志 比如说去中心 没有深度 是吧 这个破碎感 那么表现 幻觉 暴力 投往 比如说这些主题 是吧 强调语言的 极度的一种 一种表现 语言的黄黄 等等 那么你如果来看 《洛丽塔》的话 你发现这些 指标都没有 他小说 我们要说故事 就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男人 和他十几岁的 妓女的 关系 她是她妓妇 妓妓女 是她的妓妓 是这个关系 是吧 要说故事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故事 和古典的 故事 有多少个区别 我们今天 当然没有 我没那么多时间 来讨论这部作品 但是呢 就算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对后现代 有时候 所以哈桑 亚古哈桑 就当时八十年代 后现代 文学批评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教授 他就认为 所有不能够 称之为 标准的现实主义 和现代主义的作品 都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 所以后现代主义 像一个篮子 大文化 所有不是标准的 是吧 那么 都可以是后现代主义 是吧 那么所有就说 你就像我们说 这些人 如果不是 北京大学 中文系的 其他都是不正常的 比如说 你这种为标准 是吧 但实际上 这个标准 非常难以把握 什么叫做标准的现代主义 什么叫做标准的现代主义 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 概念 大家会理解 概念都是相对的 是吧 概念 它都是一个比喻 都是人为的 人为神定的 人为界定的 所以一旦是 人为界定的概念 它就是 不周全的 它不可能是完全的 它总是这个概念 和另一个概念 牵扯在一起 总是相对的 但是我们因为要讨论 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要用 很多的概念 术语 去描述它 否则我们只能说 一个字 好 或者不好 否则我们就 大学不要办 大家只说两个字 从小到大 学会两个字 就可以了 好 不好 所以问题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些概念是相对的 取决于一个产生 这种产生 有时候 不在于你 是不是 准确和正确 甚至都不在这里 而在你产生的力量 我一直 持这样的看法 当你认为你是正确的时候 那么 你会有很多的东西 遗漏出来 有很多东西 遗漏出来 所以有一种理论 它为什么能够征服你 你为什么能够征服你 取决它的力量 你比如说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它的资本主义 你说它都是正确的 它就依靠剩余价值这个理论 就把资本主义 剥削了功能阶级 是吧 然后必然会导致 革命等等 有它一系列的逻辑 那么这些逻辑 是那么严密的 和那么正确的吗 经济斗争是那么正确的吗 但是它在那个历史时期 它就是用力量 它就引起了 一些民族国家的革命 当然 理论尽可能地忠议和准确 但是理论要做到正确 理论的正确这本身是一种政治 是一种政治 是由它的非常相对的语境中 它才能够获得它的一种政治 理论是通过它的力量 来获得它的政治的 正确的 而不是通过它的正确 来获得它的力量 这是我对理论来看 那么1987年 所以有一个刊目 我们叫做国刊 人民文学 发表了 它做了一期叫和刊 第一期第二期和刊 这个第一期第二期和刊呢 它登载了一系列的小说 一系列的小说 当然会奇怪 第一期第二期为什么和刊 但是这个和刊 那么就要整顿这个人民文学 当时我跟大家说过 80年代有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那么左派那一批 称为正通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批的理论家和批评家 准备收拾人民文学 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是 王猫吧 刘新武 当然刘新武 对 当然刘新武 那么编辑部主论是诸伟 编辑呢是林大中 这几个人 那么他们呢就 一直在组稿 在85年86年一直在组稿 就是称之为新潮小说 组了一批稿呢 那么听得到风声 诸伟这些人呢得到风声 就是说要整顿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把这个一二期和刊 本来是放到第二期的 第三期的刊目 准备发的小说 全部堆到第一期 但第一期又太厚了 是吧 太厚了它有一个印刷成本的问题 所以一二期和刊呢 那就等于把这些小说 全部压缩起 放到这一本里面 然后发出去 但是当时第一期的 影响最大的一篇小说呢 并不是这些新潮小说 而是马界那边 晾出你的舌胎 或空空荡荡 这篇小说大家看过没有 你看同学们 你们都没有看过 这叫我怎么讲呢 怎么讲课呢 那么 我曾经长期保持着这本考 但是后来几次搬家 但是不满大家说 我生活到这个岁数 我已经搬了三十几次家 所以这中间丢失了多少东西 实在是难以 难以这个 我可以一次一次地给你们数 我从哪里搬到哪里 但是这本刊目就乌亦来飞了 这本刊目曾经卖到 两百五十块钱 两百五啊 大家都知道 在八十年代 后期两百五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呢 林大中送了我一本 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那么这篇小说呢 马剑 马剑啊 我在德国 那么有一年我到德国 那么因为我 去德国去过好几次 有一次到德国 到波红大学 就是卢尔波红大学 那么我住在大学的那个公寓里 那个公寓呢 马剑 他要到英国 因为他的女朋友在英国 我就住他的宿舍 我就住他 因为我临时去 那个大学公寓 太晚了 所以他就转租给我 转租给我 我就住他的宿舍 住了三个月 后来他回来了 那么当时这个 马剑留给我 一碟那个碟 碟 其中有一个碟 叫做恩雅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那个时候 那是1998年 1998年的 1998年 1998年夏天 恩雅 我那个时候 一直在听恩雅 我觉得恩雅 那个时候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就每天 我一定要听一遍恩雅 在这里喜欢恩雅 都喜欢 我以为是像我这种 老年人才喜欢这个 那么马剑的这个 写完这个 深处你的舌胎 或者空空荡荡 他就跑了 他就开始跑到香港去 因为这个小说 引起了民族大学的 藏族学生的抗议 那么这篇小说呢 它实际上 它是讲的什么呢 它是讲的 藏民的一种 古朴的那种生活的风系 以及呢 密宗的一些 这样一个宗教的仪式 说穿了它里面 引起起义的 就是藏族的后客 所以当你到一个 荒芜的村庄的时候 你在藏族的家里住下来 远方的客户 他让你跟他 未婚的女儿呢 睡一个床 睡一个床 如果说 你这个不规矩 是吧 那么好 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就弄一大瓢的凉水 叫你喝下去 如果你守规矩 那还是他的朋友 那么你就 走向远方了 大家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礼仪 也确实有一点 有点考验人的意思 是吧 就两项一考验 共产党员 考验这个 表面英雄一样 就你又要让女儿 跟他睡在一起 但是同时又要求他 这个 没有什么 这个越轨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 确实非常困 是吧 你想一想 这个 人在旅途 是吧 这个 这我 所以有这样一种 但是 喝一瓢凉水下去 我觉得我会是说 那种喝了比较难喝 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生命的 因为他藏路有种说法 就是说你如果晚上 有这种不规矩的行动 你晚上有那样一种 身体行动的话 喝了冷水 男人喝了冷水 你的武功就全部废了 你成事就变成一个废了 这都是一种民俗的这种说法 他未经科学的一种论证 他里面比如写到这里 那么藏民呢认为 就是侮辱了他们的 这样一个生活的学性 然后里面写到密宗 密宗的这种灌顶 密宗的灌顶 密宗讲男女双修 他讲人生 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 就是这个男女双修 这个跟大家说的都太神秘了 这个很难理解 他写这一行 他其实写出 这句描写藏族的那种 非常荒乎的那样一个生命 在那种生命的一种原野上 他们的存在 高原上的非常艰苦 非常艰难的那种 近况当中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写出了他们的 写出了他们对生命的那种理解和领悟 而且是通过宗教的那种仪式